另外这一场是万众瞩目的活动 由台湾哈雷车主俱乐部所组成的骑士乌托邦 每年度都会举行围棋10天的会式活动 那么在2022年骑士乌托邦就在复礼项举办 而这一次复礼项总干事张树华就表示 今年的9月他们也将会有3000多名的游客来到复礼 透过俱乐部的引进人潮来带动复礼的观光 那么现场也预计会吸引上百台的哈雷 又将会是一大盛况 由台湾哈雷车主俱乐部所组成的骑士乌托邦 每年都会举办围棋10天的会式活动 2022年骑士乌托邦就在复礼举办 而这一次复礼项总干事张树华说 今年的9月将会有3000多名的游客来到复礼 透过俱乐部的引进人潮带动复礼的观光 现场预计会吸引百台的哈雷又将是一大盛况 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年的哈雷记得吗 哈雷乌托邦他们又选定我们复礼 今年要换报我们的复礼11住行 要过来有3000多位游客要来 所以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能回去要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要怎么迎接外来的游客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我们农会跟工所 大家一起团结合作 让我们复礼能够发光发热 去年吸引的活动人潮已经成功带动 将复礼以及花莲南区的住房率 可说是一房难求 结合复礼当地居民与农家举办的在地市集 让骑士体验到复礼在地的家肴及特色活动之余 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也将哈雷的骑士精神与各位居民分享 成功落实复礼友人的概念 并且提升在地经济 记者高雙雙复礼箱采访报道